走 卢会长 卢会长 大哥 大哥 快走 还能去哪儿呢 去南京找附近公啊 能有什么用啊 哎呀 大哥 就总比待在江中数数代比也好啊 他拿了我们那么多好数 不会不管我们的 快走啊 大哥 快点 来 快点 快 大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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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裸主任 这次你不跟我走 可不行了吧 裕副队长 我们的生意就不想做了吗 想做 当然想做 我接他的命令啊 是抓你大哥 不是你 至于那笔生意啊 留着我们俩慢慢走 你抓了我的大哥 咱们就什么都别谈了 是吗 我怎么觉得反而更好谈了呢 你大哥落到我手上 我只会让他想活活不成 要死死不留 浑身能脱一层皮 不连生 现在十万块已经不够了 十五万 我保证不动他一根寒毛 我给你二十万 你不要抓我大哥 不抓不可能 我要交差他了 不过从监狱里把他放出来 我倒是能办到的 快去筹钱吧 走 余副队长 这是五万块钱银票 你先拿着 请你不要伤害我大哥 这样不就对了吗 请吧 罗大主任 你不放心 明天我就给余副队长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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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小八师傅 好 跑哪儿去了 这大伙都找你呢 蔡队长找什么了 在医院呢 真的 喝口水去 嗯嗯嗯 石头 罗连达带到 罗连生抓上了吗 抓罗连生 他绑架的那个蔡队长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蔡队长被关在那王家大院 我去救他 我也被打昏了关起来了呀 谁能够证明啊 哎 谁能证明 小乖乖 十三团的宋团长 还有我哥 都能证明 师座 我抓罗连达的时候 罗连生就在旁边 如果这小子说的是实话 那罗连生啊 早就躲起来了 现在可能都逃出江州了 我当然说的是实话呀 我哪儿像你呀 经常黑白颠倒 张冠礼拜 我他妈抽你你信不信 行了 卢连达 绑架的事儿 你都清楚吧 蔡警察 我不知道什么绑架的事情 如果连生真的绑架了 工作队的队员 那犯法也是他 不是我呀 是不是你们兄弟同谋 很快就有结束了 包括江青云参见的冤案 金生公司对抗经济管制法令 囤积居其 扰乱市场的案子 很快也会水落石出 恕罪并伐 你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延持 这些都是无中生鸟啊 蔡将军 我有重要的党部在身 现在共产党在江州活动猖獗 不断地制造事端 这些事情必须由我亲自去处理 你这个时候抓我 势必影响了堪管治安啊 笑话 你能堪乱 党国就毁在你这种人身上 余彪 到 马上通缉罗连生 严慎罗连达 是 走 坏人 谁 小八师傅 跟我一块儿上医院 走走 我拿我的帽子 来 那边请 陈先生 吴会长 正好正好 来一块儿吃点 我大哥被工作队的人抓走了 他们也下手了 蔡爽锋也逃走了 不就说嘛 是吧 平时你这人哪 就是心慈手软 怎么着 后患无穷了吧 他们现在肯定也在抓我 不过没关系 蔡先生 今天晚上务必要把我的大哥救出来 他现在一定被关在工作队里面 这个事情不能耽搁 今天晚上就多少 好 对了 好 对了 这是五万块钱 先分发给弟兄们 等我从银行里面取了钱 我再重心他们 阿四 阿四 帮着 叫一百个弟兄 要聪明伶俐会开枪的 快去 今天我要大开杀戒 一个活口都不留 出出出我心中这口无默契 出出我心中这口无默契 请上交携带我 我来吧 是 是 何主任 委屈您了 您啊 你不是在那边牢房里吗 不过您放心 这儿啊 我已经吩咐过 没人敢碰 您哪 就随便想点鸡毛蒜皮的事 然后把它写下来 这样回去 我也好跟蔡将瑜交叉 你